大家好 我是H&N的Edison 最近的俄乌战争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文化界有很多的反应 其中一个反应就是对一些亲俄的艺术家 进行封杀或者抵制 音乐界亦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而最出名的当然是支持普京的指挥家Gurgev 在战争爆发之后 他已经和国际音乐社会的不同合作宣布终止了 但其实在这些音乐上的抵制或者封杀 在历史场合之中不是今时今日才发生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去回顾一下 一些历史上发生过的音乐抵制或者封杀 第一个和大家分享被封杀的人 就是一个可以说是音乐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作曲家 华加勒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有很多事迹都惑人所救命 其中一样就是他反游的立场鲜明 亦都是因为这样去到二战 纳粹德国希特拉上台的时候 就对他的音乐推崇避致 很用力推广他的音乐 亦都因为这样令到华加勒 无可避免地和政治扯上了关系 亦都是因为二战之后 对犹太人的伤害实在太大了 所以到今时今日 在以色列上 华加勒的音乐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不会上演的 到2001年 指揮家Daniel Berenbaum 一个很出名的希望用音乐用文化去连结不同人的一位艺术家 他在一场音乐会之上 在家族的环节 他说明我将会Encore一首华加勒的音乐 当时观众的反应是两极 有些拍掌支持 但也有些人愤然离场抗议 看来华加勒要在以色列国土之上自由地被演奏 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讲起纳粹 亦都有一些音乐家 因为他在纳粹二战时期 他和纳粹的关系 令到战后曾经一度被禁止演出 其中一位就是指揮家Vutvangar 这位可以说是其中一位最伟大的指揮家 因为纳粹的时期依然留在德国 所以去到战争之后 他曾经被封杀 要进行一个所谓去纳粹化的审讯 但后来的人发现原来他不是真心想帮希特拉 他其实也有些违世所迫 也希望他用他的地位 帮犹太人离开或者保护他们 所以他也很幸运 在两年之后 即1945年至1947年 一个被禁止演出之后 就可以恢复指揮演奏的生涯 也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读音 而另一个也因为跟纳粹有关系而被禁演的 也是一个很出名的指揮家 就是卡拉扬 同样地卡拉扬在纳粹的时期 因为他加入过纳粹党 做一个党员 所以之后也被人指责他跟纳粹有关系 所以也在1945年至47年被禁止演出 不过他加入纳粹的原因 到现在其实都中说纷红 甚至他什么时候加入纳粹党都说不清 因为他本人说是一个版本 但这些文件显示的也是另一个版本 但无论如何 他加入纳粹党是一个事实 而大家都会觉得他加入纳粹党也是一个为世所逼 因为他那时候是一个年轻人 他想上位 在一个专政的政权里面 你不加入这些党 其实真的很难做到一些要职的 而且他去到二战后期 他也是因为他再娶了一位太太 which是有一个犹太的血统 所以他也是提出退党 也是因为退党的关系 令到他得罪了希特拉 也都因为这样 令到人之后 然后信服他 其实都是跟纳粹党 不是真心做纳粹党 去帮希特拉去做事 所以都可以在两年之后 恢复指揮的生涯 但是他有一点可以说因和得福 就是他两年不能够演出的期间 他跟EMI的一个老板 就得到他的赏识 就跟他开始签约 去准备去进行录音 所以呢 到现在我们看到一些经典的录音 其实那个元气 也都是跟他这个禁演 有点关系的 所以真的有时禁了他 可能真的会有一些 福祸难料的感觉 有时一些风势 不一定是来自国外的 很多时候在一些极权的政权之下 国内的一些艺术家 也都是逃避不过一些封杀的命运 最出名的例子之一 肯定就是苏联政权底下的Sostakovich 他本身作为一个年轻的作曲家 可以说是备受触目的 他的作品在国内很受欢迎 到1934年他创作了一套歌劇 叫做《莫桑思克的马克伯夫人》 当时的首演也可以说是很受欢迎 问题就是去到两年之后 1936年 史太林亲自看这套歌劇 去到第三幕他就离开了 大家都知道 因为那一场是四幕的歌劇 中途离开了 肯定不放一些好东西 果然 去到第二天 《党部》《真理部》 就出现了一篇文章 这个标题 讲得明就是混乱代替了音乐 矛头就直指Sostakovich的歌剧 说他是一个形式主义者 那就是他第一次被国家指控 他形式主义者 也因为这样 他立即受到很多的封杀 很多演出的机会没有了 甚至本来他已经在作第四号的交音曲 也都要收回了 没得演出了 直至到1937年 他创作了第五号《交响曲》 上面写到明就是一位作曲家 对党的批评回应 在这一套作品里面 他就没有像之前那套歌劇 用一些那么前卫的手法 可以说是回复一些比较传统的手法 果然是得到大众的喜爱 对他的一个限制的封实 也都不见了 但是好景不常 他到1948年 当时最高苏维埃的主席 去谴责了一大班国内的艺术家 说他们是一个 又是形式主义 那究竟形式主义是什么呢 这个相信只有党才会知道的 但无论如何 给他点名的一定没有好下场 索索索菲菲也很不幸 第二次被指控为形式主义 他的教职 在音乐学院的教职 立即就没有了 也有很多的创作 工作的机会 全部都没有了 生活立即变得很艰难 而他一直捱到1953年 史太林过世之后 才可以一尝这个创作上的自由 有时候一些音乐上的制裁 不一定在国家的层面 有时候有些个人的艺术家 可能因为不同的原因 对一些地区国家 或者一些其他的艺术家 进行抵制杯葛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波兰的钢琴家Sigmund 他有一次在2009年 在美国演出完之后 就跟观众说 我以后都不会回来美国演出的 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满 美国在他的家乡波兰 设置了一个导弹系统 所以他决定不去美国演出 以示抗议 另一个例子就是 格鲁吉亚女小题人家 Lisa Bhatiavili 他因为格鲁吉亚2008年 曾经受到俄罗斯的入侵 所以他对这个国家 可以说是极度不满 他当然不会去俄罗斯演出 很有趣的是 他曾经跟亲普京的Gergev 合作过 但原来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计划 因为他在演出之后的加奏环节 他特意拉奏了一曲 叫做Requiem for Ukraine 因为这首歌是2014年 俄罗斯吞併了克里米亚之后 他特意委托家乡的一位作曲家 而作的 其实他透过这个行动 可以告诉Gergev他的不满 而据称Gergev当刻 只可以一面无奈 站在旁边听了整首的乐曲 不过他后来都在一些访问 表示 其实那晚之后的一些社交场合 Gergev他都很有礼貌地邀请他 去将来去莫斯科演出 他亦都很懂得做 没有当面去拒绝 而是第二天就找一个A长 跟他说 我不会去莫斯科的了 以上和大家分享了一些 历史上发生过的封杀 或者抵制的行动 但对我而言 音乐或者艺术 其实都是连结不同人的一个桥梁 所以我很希望这些抵制的封杀 在将来越来越少 也希望和平可以早日降临 好了